在三十多度的高溫下 壁畫達人帶著太太夫妻兩人 逐步圖畫出火車 以及著名鐵路便當的模樣 預計一個禮拜左右 就可以完成這幅以鐵路便當 為主軸的王美牆 來行銷七度的鐵道公園 因為它這次是一個立方體 所以想要上面是銜接天空 是銜接天空 然後旁邊也銜接旁邊的那個樹井 融合在一起之後 然後再去強調 我們那個鐵路便當的主題 因為這邊就是鐵路那個紀念公園 對 然後有副議長給我們的那個一個啟發說 想法說要有那個美食 帶入那個七度的那個特色這樣子 就想說 在那個鐵路公園的話 那畫一個懷舊的鐵路便當 應該是最適合的 這樣 就是鐵路便當 就是因為用食物來跟民眾就是互動 因為食物就是 但是大家對於食物會比較有生活上的連結 也會比較有共鳴 由於基隆市議會副議長楊秀鈺一心想要行銷七度的好山好水 和各個景點以及美食小吃 因此特地牽線在地企業家 任養七度鐵道公園裡面一處老舊水箱 同時請專業的壁畫達人 要利用水箱牆面畫出一幅以鐵路便當為主軸的網美牆 行銷七度的鐵道公園 希望民眾來這裡遊玩時多一處拍照打卡的景點 一起行銷七度的美麗和魅力 這個廠商畫這一幅畫的經費來源 這是我一個好朋友 那就是他來任養的 到區公所正式任養 那這筆經費沒有用到市政府幫忙錢 是我的朋友 他來任養 我有跟他講他願意來回饋我們鄉里 那我也非常感謝我這一位朋友 那期待 因為這一幅畫作正在孕育中 正在孕育中 等你懷孕了 那慢慢慢慢的 再不久的將來應該不會很久 慢慢這一幅畫作就完成了 那完成之後我希望說 我們在地的鄉親 基隆市的市民 包括我們各縣市的這個 就是說民眾 歡迎常到我們基隆來 如果到基隆的七度 一定要來這裡打卡 你一定會發現這個 這個便當會讓你一起說 那個年代的時空背景的 爺爺奶奶 阿公阿嬤 爸爸媽媽他們是怎麼生活的 也因為這幅畫 要藉由這幅畫作 告訴大家說我們要懂得 飲水師緣 抱著一顆感人的心 我們前忍重樹 後忍成良 要知道這些故事 還有地方人文 有十多年經驗的 專業壁畫達人虎永偉 因為幫忙副議長楊秀玉 新的服務處外牆 設計畫出一幅漫畫式的王美牆 備受楊秀玉的稱讚 因此這次鐵道公園的王美牆 楊秀玉再次請虎永偉和太太 邱淳淳一起捉刀設計 鐵道公園水槍的王美牆 希望為鐵道公園注入新的火力 記者吳俊松基隆報導